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耀才證券的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Jason 今集會跟我們講解節能概念股 經常聽人說環保、節能 其實這個版塊都是新興的 Jason 你們跟我們講解整個行業的看法 其實所謂節能概念 基本上在未來幾年來講 商述都會非常盛行 大家要留意所謂的節能、環保這些 其實都不只是概念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這些措施在國內都是越來越普及 還有需要性也都越來越大 因為基本上大家近期看新聞等等 都會看到很多報道說 未來的用電量會越來越高 但是整體的電力供應可能會不夠 都會令到很多地方都會因為缺電的問題 令到他們可能要停止生產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整個行業 接下來的增長的前景仍然會非常樂觀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整個行業來計 接下來的增長仍然會保持非常強勁 明白 看到過去的數據 看到中國的耗電量都有增加 將來的中國經濟又不斷高速發展 也想問問Jason 你對未來預計 中國的用電量的增長速度 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我們都找過一些資料 都看回過去那幾年來講 從2004年至2009年 2010年來計 其實整體的增長速度 都是超過10%那麽多 特別是2004至2008年 當時經濟是保持高速增長的時候 看到年增長率就是特別快 但是如果看回 好像2009年、2010年 要留意一下 這個圖方面 由於更新的時間 只是去到2010年初 所以都未能夠更新到 2009年、2010年的數字 如果你看回實際上 2009年說的耗電量方面 是有接近三千六百幾萬的 是一億雅士那麽多 說的是一零年來講 已經不是三千八百幾 而是四千一百幾 如果你單看回 一零年和2009年的比較的話 其實說的是 耗電、按電增長了超過10% 我自己預計 接下來的經濟發展 保持強勁 特別就說在有幾個項目方面 對於電力的需求 都是非常之大 包括接下來的 國內方面 很多基建項目仍然要進行 其中最主要的工程 就是當然是說 高速鐵路、高鐵那些 因為基本上 大部分的城市 要城市之間 都由鐵路運輸的話 整體的耗電量 都一定比以前來講 是大的 再加上一些工業的發展 包括一些鋼鐵、水泥 甚至乎一些化工等等的行業 其實整體的耗電量 亦都會是非常之大 再說以居民的層面來講 由於他們過去的一至兩年 在家電客廂的支持下 都令到他們買電器的數目 越來越多 特別是買洗衣機、冷氣機、雪櫃等等 耗電量都比較大的時候 相信這些因素 都會令到 使用電量的需求 都會持續增加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 去到一一年至一五年來計 我相信整體的年複合增長率方面 都可以保持到大概百分之八的 這些高速的增長 明白的 另外都想問一下 市場近來關注的問題 就是混淆電方的問題 看到有時的家庭或企業 都會有省電的情況 甚至是去到停電 其實都看了一些數據 就說 2001年 全國電力的供應缺口 保收估計 達到三千萬兆瓦 那麼多 我想問問Jason 你又看到這個情況 會持續到它多久 近期很多的報章都說 國內在湖南省、湖北省 甚至江蘇省等等的地區 都因為電力短缺的問題 而令到很多的企業本身 都是要面臨一個拉閘限電的措施 即是說開三日工 可能要停一日工 甚至乎很多家庭來計 在一些非繁忙的時段 即是說可能早早的時候 都會有幾個小時的停電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現在國內的電力供應不太夠 看看實際情況 為什麼會導致電力不足的問題 有三個原因 大家看看左手邊 那三個原因就知道 第一方面就是國內方面 電煤的供應 仍然都是嚴重 是供不應求 現在電煤的庫存 只能夠供應到大約十四日 左右的供電 即是說如果十四日之後 沒有一些新的煤礦去到出產的話 就有機會面對全國停電 第二方面 那個問題就是 電價方面 那個加價的空間不是太大 這個也是直接導致到 很多電力的廠方面 都是沒有這個意欲 去到增加電力供應 因為他們面對著煤價不斷上升 但是那個電價又不能夠提升的話 即是變相令到他們 每發一道電就虧一元 當然就不想發這麼多電 第三方面 雖然很多人都說 電煤發電不行 就用一些再生能源 但是看回近期來說 國內方面 都由於巷災的問題 都令到水力發電等等 這些再生能源受到限制 而且說一些風力發電 又或者太陽能發電等等的措施方面 亦都因為資源問題 未能夠廣泛地普及 所以這些因素 都令到電方有一個惡化的危機 今年相信公需缺口 有機會去到三千萬千瓦 甚至乎媒體都預計 未來一年都有機會 這個缺口會增加到四千至五千萬千瓦 所以相信在這個大前提下 接下來 節能一定是需要加速去做 才能夠應付到這麼龐大的公需缺口 其實這些節能概念股 其實實際上 國家有沒有什麼政策支持 例如會否鼓勵市民 用比較省電的電器等等 絕對會 其實實驗規劃裡面 都說明節能產業 都屬於排頭位 是要先做的 在具體的細節方面 包括配電設備要提高 又或者用LED燈膽 去代替一些耗電比較舊式的電燈 再者就是用電器也好 都是鼓勵一些電器生產商 盡量生產一些叫環保的電器 即是說冷氣機、雪櫃等等 接下來的節能的成效 或者整體的效率 都會比以前是高的 其實都看到另外的數據 就說2008年 中國每生產一個美元的GDP 就需要較多千瓦時的電量 是高於其他發展的國家 例如美國或者日本 都想問一下 整體用電量的效益 其實中國來說 是否算低呢 是非常之低 大家可以立即看回圖 看得到的比較 中國方面要用1.25千瓦時的電量 才能夠生產1美元的GDP 對比起其他的 就算你不要計算 易發展國家 就算你計算新興市場來計算 即是跟印度、中東、巴西那些比較 其實都高了一折 這也是正正反映著 國內方面很多工業的 廠商 又或者一些民營的企業 其實整體生產的規模 都是相對比較落後 還有他們的耗電量方面 都是比較高 當你生產線比較落後 又或者節能方面的科技 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就自然要用一些比較多的電量 才能夠生產同樣的GDP 我相信這個也成為 接下來的節能 其中的目的 明白的 另外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國內很多發電廠 當它發電的時候 去到最終的客戶的過程中 其實它有很多的電量 已經大量消耗了 其實如果說到節能的話 你覺得是否應該在這方面 重點去著手呢 沒錯 其實都看回由發電廠 即輸送出來的電 去到電網的傳送 再去到客戶身上的時候 其實整體的過程 都產生過非常大的能源損耗 大家看得到 就是最初有這麼多的電 但是經過電網的傳輸 由於電網的規模 又或者整體的網絡 是有濕色的問題 都令到這裡損耗了一部分 再加上 由於配電系統做得不太好的時候 都去到一些工廠 又或者一些商業的企業 民間的家庭方面 是進一步損耗 我相信 接下來 國內要做一個節能的話 可能是首要的步驟 就是要提升配電設備 令到電能效益率進一步提升 好 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的版塊直擊環節 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 就密切留言我們下一節的環節 繼續下來就會有問答環節 歡迎各位家庭觀眾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意思是204-6566 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再見